今天说一下这幅画的绘画过程,正在学习的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。 造型不熟练的话,一定要现搞起形。 画好线膏之后,在现搞涂层下面新建涂层,分别画出头发与皮肤的颜色。 画阴影区域可以用正片叠底涂层,涂层属性要熟练运用。 背景可以暂时不画,或者画一个单色背景。 继续深入刻画的画,一定要建立新的涂层,这样及时画错了,改的代价也会很小。 注意头发和皮肤的颜色区分要明显一些。 有些朋友喜欢画一些有笔触的画面,但是笔触和质感是为了造型服务的,不要为了画笔触而乱涂乱抹。 涂抹的时候,可以用一些用质感的笔刷,不用想着要练基础而一直用圆笔刷。 有挂笔刷或其他的有质感笔刷也一样很好用,而且可以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。 掌握方法之后,还是要多练习,多画一些照片,可以画一些电影截图,这样的图片光感更好一些。 喜欢的话可以看到最后,也许会对正在学习的你有一些帮助。 今天你坚持画画了吗?一起加油吧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